14个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你买的意大利名牌可能是温州人制造 1.你知道吗? 你买的意大利名牌可能是温州人制造 温州人在佛罗伦萨光服装厂就开了6000家 2.过去人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 猫头鹰拥有着非凡的夜间势力 但是它们在强光下是看不见的 但实际上猫头鹰即使在非常明亮的光线下 势力也要强出人类好几倍 3.在一些生活在水中的哺乳动物和水鸟身上 会出现一种半球脑睡眠现象 比如军舰鸟 4.求爱圣地白色沙滩 其实是屎滩 屎的主人是鹰鸽鱼 它们以吃珊瑚为生 但珊瑚中的盖质颗粒 它们又吸收不了 所以就拉出来了 5.新疆有一个地方叫宝贝 宝贝位于塔城地区托里县铁厂沟镇 是个金矿点 6.2014年前 一个加拿大乐队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账单 要求其支付版税 理由是他们的音乐被美军用作酷刑 在关塔纳摩湾的监狱给囚犯演奏 7.英国生物学家曼宁指出 无名指比食指长的男生多为高负帅 但他们的性激素分泌旺盛 更容易得不到满足 8.溺水者体内的脂肪 在没有接触空气的情况下 会在水底慢慢变成肥皂一样的物质 9.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95%的女生势必罩碑 虽然你觉得周围的怎么全是小胸妹子 但A罩碑其实只占19% 如果按照区域来划分 四川妹子的胸是最大的 10.蛇的身体褪皮时 眼睛也会褪一层皮 11.赞美他人 是唯一一项可以经过短时间学习 便能熟练掌握 并可以给自己的生活以及事业带来巨大帮助和回报的技能 学会在适当的场合说一些适当的赞美的话语 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 12.一个有趣的事实 大约有20%的人能做到两个耳朵单独转动 13.2014年 科学家分析了77项研究里近15000名实验对象数据 以及2018年 英国生物库分析了5000多个大脑 一致认为 男人的大脑比女人的大11%左右 14.世界上最毒的湖是俄罗斯的卡拉恰伊湖泊 这个湖原来是一个核废料倾倒场 它的放射性很强 就算你在湖旁边站一小时 也会要了你的命 知识分享 既要有趣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既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知识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